等一下用髮尿再噴就好了 现在会紧吗 我要紧 我为陈康国小的空姐空少 一早换上战袍 打算出征跟人PK厨艺 比赛正式开始 但空腹原是课程传统 只是这一幕将成为绝项 因为桃园航空城开发计划 废秀斗鼠即时 航空城计划横跨了两个政府 从马政府到蔡政府 那我何其有幸 在八年市长任内 那么能够让这个计划 由停滞到开展 目前因为这一两年的班前 我们现在小朋友 剩下三十四位 我来的时候还有六十几位 我们十一月份还会再搬一次 所以剩下大概剩下二十个组 校长不时叹气 他是土生土长大员人 结婚工作人生 几个重要阶段都在大员完成 早期不只有机场 还有空军基地 一年到头天空都很热闹 早上起床号就是飞机 叫你起床 晚上睡不着也是飞机朝你 一个时代的终结 震痛能有多久 在大员人心里 就算未曾经历那黑白色的年代 被迫离开自己的根 内心还是会隐隐作痛 因为大员人牺牲了这些年 包括我们的特殊工业区 也在我们大员 我们不要只有接受噪音污染 我以教育的工作者的立场是 我希望说这些产业 未来能够照顾到我们的孩子 国民政府切台 全台制售有13所空军小学 改制国民小学后 便已训职的空军英雄命名 而陈康校名就是这么来的 那现在仅存的 像陈康也要飞校 所以也蛮可惜的 七八年前 学校发展小校特色 把航空产业编写 进社会英语课程之中 现在飞校时间点迫近 校长很舍不得 他把课程出版成书 为陈康保留最后一块记忆 去年编好之后 我们有发给全大园区的各个学校 因为都是受到航空城的影响 所以我也希望说这本教材 能够让他们能够利用 故土知情 或许会随着时光迭代 渐渐带去 但期待透过教育文字 让陈康精神 继续生生扎根在这片土地之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